花蓮玉里在今天下午一点多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在地震事务所上班的员工中午回家吃饭 在返回工作岗位的途中跟公车驾驶在路口碰撞 机车还一度卡在公车的底部场面出目惊心 这女骑士紧急被送医之后仍旧是宣告不治 公车驾驶的酒测值为零 详细的事发原因还有调查 公车挡风玻璃破裂成蜘蛛网状 底部还压着一台蓝色机车已经严重扭曲变形 地上更留有一滩血迹 场面非常触目惊心 附近民众表示案发当下听到剧烈声响 就听到有声音这样子 然后就出来看 然后就冲不出来的 哎呀怎么一回事呢 看到有人压在里面这样 有就是有看到啊 事发在22号下午一点多 花蓮玉里一名女骑士中午回家吃饭后 正要返回地震事务所上班的途中和公车驾驶 在距离上班地点不到100公尺的路口发生碰撞 救务人员抵达现场赶紧实施CPR 将重伤的骑士送往玉里农民医院 重鱼机的驾驶经送以后 人急救无效 有关该起交通事故的造成因 本分局人持续厘清当中 警方表示死者是一名55岁的女性 公车驾驶经过检测 就测试为零 为何会发生这起死亡意外 还需由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陈金叶华联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